北韩士兵在俄罗斯驻地的行为尽力引发争议 一名俄罗斯女教师公开指控 她在参与北韩士兵适应计划时 惨遭多名士兵信心 此事不仅震惊外界 也让俄北军事合作谋上阴影 为支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北韩派遣的超过一万名士兵前往而近参与作战行动 为了让这些士兵能更快适应当地环境 俄罗斯国防部联合人民友谊大学语言学院推出一项文化适应计划 派遣语言尊家指导北韩士兵熟悉当地语言和文化 28岁的语言教师安娜 化名就是该计划的语言 她被派往去战区仅15公里的村落 负责协助士兵融入当地生活 安娜透露 11月12日凌晨 她在睡梦中突然被袭击 口皮被交代封住 双手被反绑 此时出现多名说着朝鲜与韩语的北韩士兵 她无力抵抗暴行 这些士兵对她拳脚相向怀疑彰化出源羞辱 不许一误后轮流性轻塌 安娜形容 这场暴行至少持续了两个小时 受害者被彻底摧毁身心 而士兵们在事后折落无其次地寻找福特加 而她也抓住士兵们松懈的时刻 终于设法脱逃 她的规案公开了安娜在事后接受采访的片段 提到这段回忆时泪流满面 她目测至少有4、5名北韩士兵 但由于北韩士兵长相太过于相似 她直言根本无法记起究竟有多少士兵参与暴行 我难以抵抗 这太可怕了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她的话语透露出深深的无助 对于这起事件 安娜担心她可能会引发外交问题 她忧虑若事件曝光 俄罗斯与北韩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受到影响 而肇事士兵可能会被遣返回北韩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